社會武上 這被撕爛活像拼圖的 可不是國小課本嗎 一旁留言寫著 老師 我兒子的課本及作業被我撕了 我叫他上床去睡覺 抱歉 原來動手的是爸爸 因為說不撕掉課本 兒子抄到天亮都寫不完 而且已經劈過了作文也要重寫 只因格式不對 裡頭還有課文得從第九頁抄到30頁 才國小課業壓力竟如此沉重嗎 裝得好多喔 這句話可能是不少學童的心聲 該是無憂無慮的童年 卻幾乎在上課作業考試中度過 雖不認同撕課本的行為正確 但認為老師一方恐怕也得想一想 尤其大量罰鈔罰寫 對學生就像勒住咽喉的繩索 其實是兩級的 有的老師 他會出非常非常多的作業給孩子 那有的老師是因為家長 可能有一些反應 他的作業就出的量 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他對這個孩子 可能有一些偏見了 那他會就是用處罰的方式 我稱為恐龍老師 好那不得不我就讓孩子換一個環境 這位林爸爸總是帶著兒女出門 拍下他們臉上的笑容 兒子練習操作空拍機更是田徑快跑小將 但升上高年級後 笑容變少了 九月開學沒多久就寫著 兒子三更半夜趴在書桌睡著 小手還握著筆桿 天剛亮又趕寫昨天沒寫完的作業 剛開學兩週就出現抗學的狀況 罰寫再罰寫加上每天喘不過氣的家庭作業 就像笨金加利息還有製納金 誇張的是未達98分標準 罰寫可聞 老師還建議他把小孩送安親班或補習班 甚至建議帶去申請鑑定精神狀況 功課是為了讓孩子吸收所學 然而過多的作業過多的懲罰 卻扼殺了學習的快樂 教改至今究竟為教育改變了什麼 TVB 新聞 陳世民 新竹報導 狀況 ik 遠天 哎呂 咱嚐 咱嚐